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面光滑的让你可以飞速滑行 而不是在沙滩上挣扎着前行 超导材料的这种特性使得它们在电力传输 磁悬浮列车等领域大放异彩 那么超导材料与视觉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来看看超导材料在成像技术中的应用 比如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 可以用来探测微弱的磁场变化 这在医学成像如脑电图中非常有用 想象一下 未来的医生可以通过超导成像技术 像侦探一样 轻松找到病人的秘密 而不是依赖那些笨重的设备 再者 超导材料在光电探测器中的应用也让人兴奋 超导光电探测器 能够以极高的灵敏度捕捉到微弱的光信号 甚至可以用于天文学 帮助我们观察遥远星系的光芒 想象一下 未来的天文学家可以通过超导技术 看到宇宙中那些 我们现在只能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器官 当然 超导材料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科学领域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用超导材料 制造出一种超导眼镜 它不仅能让我们看到更清晰的世界 还能实时增强我们的视觉能力 甚至让我们看到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光谱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看到那些平时看不到的细节 比如花朵的隐秘颜色 或者是我们家狗狗在阳光下的隐形热量 不过 超导材料的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 科学家们常常需要在极低的温度下工作 这就像是在北极探险一样 冷得让人打哆嗦 但正是这种挑战 激发了无数科学家的创造力 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总之 超导材料的视觉革命 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更是我们对世界认知的拓展 未来的眼镜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甚至可能让我们在邻居家猫咪的秘密生活中 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观察者 所以 准备好迎接这场视觉革命吧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超导眼镜的发明者 就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智能知境 自适应材料的家居新体验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前沿 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智能知境 自适应材料的家居新体验 在这个话题中 我们将看到 科技如何悄然无声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甚至让我们的家居环境 变得更加智能和舒适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自适应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沙发 能够根据你的心情 自动调整软硬程度 或者窗帘 能够根据阳光的强度自动开合 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 但实际上 这些技术正在逐步走入我们的生活 自适应材料的一个经典例子 是变色龙材料 这种材料 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 而改变颜色 想象一下 你的墙壁 可以在你心情低落时 变成温暖的黄色 而在你举办派对时 则变成活泼的蓝色 这样一来 你的家就成了一个情绪调节器 简直是个情绪家具 当然 科技的进步 也带来了不少幽默的场景 比如 有一天我去朋友家做客 他的智能窗帘 突然在我们 正聊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自动拉上 仿佛在说 你们聊得太开心了 我要给你们制造一点神秘感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老旧的窗帘 永远都不知道 它们什么时候会被拉开 仿佛在和我们玩桌迷藏 再说说智能温控材料 想象一下 你的床垫能够根据你的体温和睡姿 自动调节温度和硬度 确保你每晚都能享受最舒适的睡眠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睡觉界的魔法师 不过 别忘了 魔法师也有失手的时候 想象一下你半夜醒来 床垫突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那可真是个噩梦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自适应材料在环保方面的潜力 许多新型材料不仅能提高居住舒适度 还能有效降低能耗 比如 某些智能窗户能够根据外部温度自动调节透光率 从而减少空调的使用 这样一来 我们不仅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还能为保护地球出一份力 真是一举两得 总之 自适应材料的家居新体验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 舒适和环保 未来的家居生活将会是一个充满惊喜和乐趣的智能之境 希望大家在享受这些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也能保持一份幽默感 毕竟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抗震之舞 抗震材料的建筑新纪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抗震之舞 抗震材料的建筑新纪元 听起来像是某种新潮的舞蹈风格 但其实 它是建筑工程领域的一场革命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代建筑师们 在面对地震时常常是靠天吃饭 比如 古罗马的万神殿 虽然历经千年风雨 但在地震面前 它的石柱就像是个不懂得躲避的小孩 任凭摇晃 直到现代 科学家们才开始认真研究 如何让建筑物在地震中跳舞 而不是摔倒 现在 抗震材料的种类可谓琳琅满目 我们有形状记忆合金 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道具 但它们真的能在地震中恢复原状 仿佛建筑物在说 我没事 继续跳舞 还有高阻尼橡胶 这玩意儿 就像是建筑的减震器 能有效吸收震动 确保我们的房子 在地震中 不会像摇摇欲坠的舞者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某次在日本 一位建筑师 设计了一座新型抗震建筑 外形像个巨大的摇摆舞者 在一次地震演习中 建筑物真的开始摇摆 结果引来了一群路人围观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甚至有人开始跟着舞动 建筑师看到这一幕 心里暗想 这就是我设计的效果吗 我是不是该考虑 开个舞蹈班 当然 抗震材料的研发 并不是一帆风顺 科学家们常常要面对 各种挑战 比如 如何在保证建筑美观的同时 确保其抗震性能 就像是给一位舞者 穿上既要好看 又要舒适的舞衣 真是难上加难 总之 抗震材料的进步 让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未来的建筑 将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 而是充满智慧与韧性的舞者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能够像这些抗震材料一样 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成为生活中的抗震舞者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超导材料的视觉革命 自适应材料的家居新体验 以及抗震材料的建筑新纪元 这些主题不仅让人兴奋 还让我们看到了 科技如何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超导材料的部分 我们讨论了 它们在视觉技术中的应用 比如超导光电探测器 和超导眼镜 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自适应材料 则为我们的家居生活 带来了智能化的体验 让我们的环境 能够根据我们的情绪和需求 自由调节 而抗震材料 不仅增强了建筑的安全性 也使得我们在面对 自然灾害时更加从容 通过这些有趣的科技进展 我们不仅了解到科学的魅力 更感受到生活中 潜藏的幽默与惊喜 想象一下 未来的家居 可能不仅是我们的栖息之所 更是一个情绪调节器 而未来的建筑 可能在风中轻舞 宛如一位优雅的舞者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科技的应用 你是否有过有趣的联想 或是体验 又或者 你对未来科技 有什么期待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些令人振奋的话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